大家好,那有朋友跟我留言,让我说说蔡徐坤的八字,那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只知道他出售年月日,不知道时辰 但是那个八字基本上可以确定时辰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跟人家折日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因为他毕竟算是一个成功人士,也不要说成功,就至少是个出名的,有钱的人 那这样的话,他就是这个八字很明显,他必须要只有两个时辰,在网上现在说的也是只有两个时辰有可能 一个是人臣,一个是己害,为什么,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时辰不知道,日子在这里 这个八字是土重埋经,他的八字是那个是,叫土重埋经,因为这是物土,集土,味土 这个是四火,火也生土,对吧,火也生土,所以他只有一个心经,心经叫做什么 就叫金银珠宝,金银珠宝,金银珠宝是远弱之金,远弱之金,远弱金 那么它是柔弱的,柔弱的,那么它就比较像油果 我们说金要富贵,一定要什么,一定要由人水来洗,来洗金 这样的话,金才什么,闪闪发光 就像你的金银珠宝,你的手链,金链子什么的话 你过一段时间要洗它一下,才会闪闪发光,一样的道理 所以心经是喜欢水,特别是他的心经是出生在夏天这么多土 就干土嘛,热土,那么就像你的,你的金链子掉到了一堆土 一堆干土里面,对吧,好像有火,那么会烧坏的嘛 而且有一堆土埋住,它叫做土重埋经,你的金都看不到 怎么闪闪发光呢,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由水来洗 我们就淘金一样,其实就淘金,它这个八字就淘金 所以我相信来说,如果按照它现在的成就上来说 它应该是人诚实是比较对的 当然就是我们的假设,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信息去了解 这是一点,那既然是这样的八字 我就很好奇了,我不了解这个人 因为确实现在太年轻的这些明星 我们不懂,我们还是 像我这个年纪是四大天王,对吧,还是那个年代的人 好,这个人,我首先说土重埋经,硬为记 硬,硬是代表什么,代表协力 那么直接说协力的方面就要小心了 一般情况下来说,假设它大运走得不好 它协力一定是不高,协力不高 那这个我不知道它到底怎么样,但是一般情况下来说 只要是大运不好,它是协力不高 除非它大运很好,我们等下来说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母亲影响太大 影响太大 这个,因为你看它这个八字塔 有很大的特点 有正印消印 也就是妈妈跟干妈或者妈妈跟姨影响太大 因为有妈也有干妈 那当然,如果作为男明星 有可能是妈妈和一些比较富贵的阿姨喜欢她 对吧,也有可能 反正是印消有这么大,对不对 所以土很重,土很重,这是一点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这个再说一下,就是土重为继 那为继会出什么样呢 就是说,它会 我们现在是只能说人家什么,妈宝男 这个东西也是要注意 就是说基本上来说,它会有妈宝男的倾向 妈宝男的倾向 那这是一点 那当然我们后来看一下 如果按照大运来说 它是一路走金水大运 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好 好,金水大运 因为他刚刚说了就是要水 他八字要水 而且他如果真是这个石城的话 这是水库 城堂是水库 稍微懂点八字人都知道 那么他就是水来洗金 他就等于说 我们是在这里是金山的 对吧 这金是那个炕山 在炕山里面有一个水库 这个水库旁边 我们在洗金 就淘金以后在洗 就这种感觉 他的八字就是这个相貌 我们说每个八字起的四一幅画 就这样的 好,那这样的话就这样的 他是妈宝男 妈宝男 那么这个如果是这样看的话 我们再来说一下 就是他其实个人来说呢 还是比较有 阶段力和领导力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按照人生密码来看 人密码他1998 98年8月2号 他是一号人 一号人有些什么样特征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挺有意思的 这东西了解一下 领导创新领导性 就是什么东西我能行 我敢去做 我有魄力 我是领导者 我说的都是对的 你要听我的 对吧 这种人 最大的麻烦是 比较以自我为中心 什么东西都会考虑自己多一点 也就是不善于跟人沟通和合作 因为什么东西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你们就应该我怎么 你们都应该听我的 对吧 他是这种形式 或者性格上这方面应该要注意一下 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伴侣上来说也是 他什么东西都是自己要去做主 自己要去做 所以你如果作为他的伴侣来说 你应该要多鼓励他 多听他的 让他去安排 因为他什么东西都要 觉得自己来安排 就什么东西 觉得自己做决定是最好的 所以你只能在身边鼓掌 哎呀好好好 对对对我支持你 只能是这样子 而且他们这种人是 相当的 有一定的自负 你只能说好的 不能说坏的 所以你必须要这样子 就只能这样子才可以 好 什么都说好了 现在有一个问题 有个问题就是 他假设 假设 假设 他是人臣死 那么这个人虚大运 这个虚土大运 他起的经运 经运 经运 水运 水运 木运 水运 木运 甚至到这里 这个是师徒运 都没问题 因为他这个八字要的就是 师运 要是他喜欢去到北方发展 他喜欢到海边去 这有水的地方去 到西方去 到北方去 到西北方去 都喜欢 甚至到东方去 都还没问题 但是千万不能到南方去 也不能到中原去 不适合他 好 这个虚土是火库 说过了 也就是说他这么多都是好运 就唯一这五年的运气不好 这五年是什么时候 这五年大概在这里 这四就在这里 对不对 这也是恰好是木火 比较旺的这五年 那么这五年 它是加上这一年 因为这年是患大运 也要恰好有个供需 所以我们直接说 他还是需要小心一点 还是小心 这几年的运气 确实是要小心一点 这个东西 命运是有时候是定的 他人生来说 最讨厌最讨厌的 就是这几年 是最需要小心的 其他都没问题 其他都不会是 不会是大事 大事上就是怕这几年 就这样的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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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